阿... 露哈的親民喵咪打戰爭時間來 那今天晚上9點的話 一樣是我們隨便聊隨便打環節啦 然後這邊的話 背爆背爆 因為哲平又算錯時間啦 所以原本今天的話我是預計就是 早上起來的時候啊 自己迷宮先直接給他爬到100層 然後來錄一下就是那個 消失的這個問號啊 結果 活動結束了喔 因為他跟我們就是那個風雲貓咪塔 他們是同一個時間的啦 跟我們就是那個 古代的那個就是英雄 古代勇者系列那個卡池也是同一個時間 所以應該是只剩下8個小時 但是我忘記了 我以為他還有一天 結果掰掉了 所以我們這次的問號看不到了 所以只能就是 等待下一次了 要求 我原本都已經準備好要錄那個了 結果沒了 好不好 然後我現在要打這個 宇宙篇的那個不死關卡 欸 也消失了 是怎麼樣 我今天要打什麼都在消失是不是 好啦 那就先打一下我們這個 雅批比沙漠 然後順便來看一下就是我們這一次 新的這個兩個這個關卡 我們來看一下 活動關卡這邊是有什麼東西喔 反正這一次聽說就是我們那個 地底的這個探險的這個關卡啊 裡面是 第100層的時候有新東西 但是哲平這一次的話 沒有打完好不好 這個 最近有點小忙 而且 當初基本上也是看到觀眾的提醒 我才知道原來就是那個 地底洞窟開了喔 所以大家如果之後發現有開的時候的話 也可以再跟哲平講一下 然後我們最近基本上的話呢 我們又讓我們的變性升到這個 50等了喔 所以我們就直接 開扁開咒 欸 是60等還是50等 忘記了 這一拳下去應該是滿開的 喔 應該是 應該是50等啦 應該是50等 因為我們是用那個 那個什麼 傳說稀有的那個石頭去 讓他升級再進化的 然後驟爛這隻大象喔 驟爛這隻大象 開扁 開扁 所以最近的話基本上我們大概又是 要進入到一個就是 沒有新東西可以打的環節了喔 不過我們還是會看一下有沒有一些新的一些 東西可以來嘗試 然後跟大家分享來拍給大家看一下 這邊是我們的這個 刀疤大象 然後這邊是我們這個 海天使 天使爹 這個海天使喔 我怎麼感覺他今天好像特別硬啊 這隻大象 什麼意思 還是因為我都沒有出飛腳貓的樣子 有可能是因為我都沒出飛腳貓的樣子 飛腳貓走起 飛腳貓走起 因為飛腳貓技能讓他也會打就是那個超獸啦 所以這邊的話 對我們這個刀疤大象還是有所影響 其實之前我有問 就是有觀眾留言跟我講說就是 我們這邊啊 就是我們的這個飛腳貓他是打紅色的嘛對不對 所以我們這邊的這個超獸的話 好像就是打紅色超獸的感覺 但是我一直以為就是 就是只要有超獸在上面他就會 就會代表就是他打超獸是有影響的這樣子 但不知道是不是這個意思耶 因為 之前好像聽說好像也是這個意思 不過另外一派的說法好像又說什麼 他是紅色的話就是打紅色的超獸這樣子 我以為他是連一般的超獸都會打到就是這樣的感覺 結果大家好像跟我講說 他就是針對那個紅色超獸有這個 大傷害的這種感覺喔 那實際上是怎麼樣呢 大家也可以跟你們分享一下喔 好 那這一次的這個卡池的話是我們的這個 黑暗英雄跟傳說中的不明貓 那都沒有避重 所以就先可以不抽了這樣子喔 好 那這一次開了兩個這個關卡 這個我們基本上應該都已經打過了啦 就是烈火之亂跟我們的這個 黑夜襲擊之戰 然後這個通關次數只能通關一次 然後是積分獎勵制的關卡 所以基本上他就是讓你拿點小東西這樣的概念 因為這個關卡都算是比較超能辦了啦 都是以前的東西了 所以就比較沒有什麼東西特別這樣感覺 但是他的獎勵都會重置啦喔 所以就可以來打一下 不過他只能打一次耶 打一次說明天他還會再開啟是不是 明天再開啟然後我們明天可能 才可以再拿到後面一些東西 因為像這個黑夜 喔 不是耶 他是 他是給你休息耶 他只能打一次然後就要休息這樣子 然後總共是有這個 八個關卡 然後這個烈火之亂就是紅色敵人 然後黑夜襲擊的話基本上就是黑色敵人這樣子 哇 我真的說真的他這個 他這個安排確實對我來說就有點頂麻煩喔 因為你是必須就是該怎麼說了 你就必須 一段時間之內再回來打 然後一段時間之內再回來打這樣子喔 這樣的時間安排比較適合就是 上班族或是學生啦 因為你們可能就是上完硬坦課的時候啊 下課可能可以滑一下手機 你就來打一下這個貓戰的這個關卡 所以我覺得這個 碰龍石公司這樣設計也是不錯喔 你就是可以先上課之前 就是下課的時候先刷一下 有沒有 欸 可是現在你們是可以帶手機去學校的嗎 我以前是不能的喔 就是我們只能帶 欸 該怎麼說就是 我們好像只能帶 因為我以前在上課的時候還沒有就是智慧型手機 所以老師也不怕我們玩手機你知道嗎 所以我們是可以帶手機出去 因為它主要功能就是打電話 但是我們以前都是用手機在裡面看小說 哈哈 大概 大概是這個樣子 所以不知道欸 現在大家 大家還可以那個嗎 還可以用手機嗎 這個我 比較不知道欸 因為我們以前的話 基本上用手機是沒有什麽好用的 就是 直接就是 老子都很放心 因為沒有什麽東西可以打 好啦 那我們今天的話 那因為原本是要打我們就是那個 弟弟的 但沒得打 那我們就繼續來打一下我們這邊的這個 真傳奇關卡 最近也只能這樣子 然後先料理掉我們這邊真傳奇關卡 二星關卡 就可以拿到我們就是那個 白金碎片了喔 好 最茫茫客廳 這關的話基本上就是那個 用那個什麽 機械貓吧 之前我們是用機械貓來去扛 其實機械貓也還算是一隻蠻厲害的角色喔 就是針對那個 紅色敵人這邊來說的話 先讓那個大呢 過來 這個先過去 是不是有點太早啦 欸 怪怪的 怪怪的 好 這樣應該是可以 拜託 就這樣一直暫停 欸 其實我們先派一隻 痾 但我沒說 沒想說我們先派一隻那個 機械貓過去應該是頂爽的這樣子 結果沒有 然後這個大家上次有跟我講就是 這個阿 就是我們天使砲阿 你是必須 你是必須那個什麽 你是必須就是那個 讓我們這個大呢阿 鑽地板的時候再把他挖起來 那會最強 會是他最強的時候這樣子 好 那我們這邊的話就是 看一下我們這邊的這個 我們這邊的這個 那叫什麽 御速是能不能 火速暫停一波 然後在暫停的時候趕快給他打一波這樣子 但這邊的話基本上靠機器貓是完全扛的啦 就是靠機器貓一隻去扛就好了 因為 我們這邊的其他角色基本上就是來送死的 我們就靠機器貓 然後可以發一下就是那個 小鷹阿 或是發一下我們那個 初套機 但小鷹跟初套機的話應該比較像是要打後面的那個 後面那個圓的時候阿 我們就是再去弄他們會比較好 不然這邊基本上也是被我們紅色帝王打假的喔 機器貓我們以前也是還滿喜歡用的喔 這隻還不錯 而且還是那個抗坡神角這樣子 還行喔 抗坡神角 最茫茫客廳 反正我們現在就是先把這個帝王給打死 然後趁這階段趕快先來存點錢包 就完全沒問題了 存錢 這邊應該還是會打到這次那個帝王而已啦 反正就算如果打到那個就是 這個波動員的話呢 我們應該也是比較不會那麽的緊張 波動員 收起 然後再來一隻第三隻的這個機械帽 這是我們的超級圍巾機械帽喔 反正因為現在我們出什麽角色都會直接被這個帝王給打趴 所以我們就 就盡量不要這樣做了 但是他剛我們好像有打到一隻那個圓喔 因為他剛有起來就是咬了一口 好不好 來了來了 OMG 我想一下喔 這邊的話那就0號機先出去扛吧 反正至少還是把圓留到後面了喔 我覺得0號機應該 應該兩下就爆了 機械貓這也是扛 完全沒問題 然後這邊的話我們就是出這個 打這個異星的喔 直接來打爆他們 走起 這邊我們一大堆扛這個波動的 就是小鷹走太前面啦 直接被殺死了 哭了哭了 來了 最茫茫客廳 完全沒有問題 nice 所以這關的話基本上我覺得就是靠那個機械貓喔 真的很硬耶 他打紅色敵人真的是還滿強的 但是他就是那個什麽 就是他KB的那一下就是他死亡的時間 所以這個還滿坦的 滿厲害 而且又可以就是看波動 不過要3階的時候才可以喔 完了 假震驚廚方來了 這關的話之前就是要先把那個什麽 就是一般的這個大象先給他擊殺 那我們就是還是要得靠我們這個宙師 宙師的這個環節 來看一下 就是先把這個一般的大象殺死 我們就會比較好過一點點喔 因為我們上次已經看過了喔 就是先擊殺那個大象 那我們這邊的那個 傳送的那個就是 企鵝就不會那麽的囂張了 欸我派錯了喔 我應該要派那個 應該派宙師的 因為我之前好像就是沒派宙師所以爆開了對不對 我們應該派宙師 Juice拜託我走起 完了 這第一發好像就很重要了 但是我們這邊 直接 哇 完了 這個章節就這一關跟那個啦 這一關跟就是那個 可以耍廢的那個走廊好不好 這兩關 最麻煩好不好 來看一下 可耍廢走廊 然後這關 帶天使砲是正確的 然後我們就是要 讓那個宙師先出去喔 因為我們之前就是用這個打法 沒問題 你就宙師先走起了 然後再把這個 加速關掉 現在打這個後面的關卡 就不敢再給他開加速了喔 怕死了怕死了 來 然後4950 走起走起 來 宙師噴一下 擺脫了 他這樣好像沒有噴到大象 有點虧 然後企鵝這邊的話我們就是 哇 鑽地板了 挖出來 喔 可以 大象死掉了 可是我們這邊用的這個隊伍是那個耶 居然是我們就是那個 有那個 有那個什麼 有那個就是 哭嘎俠嘎的這個隊伍耶 我原本的隊伍不是這一套啊 我剛剛不是隊伍是那個嗎 有那個豪鬼的 那怎麼變這個了 所以我覺得這關好像 除了就是宙師以外 你好像還是要帶一些能夠打 異星敵人的耶 要不然這樣還是會被他們弄死耶 這個企鵝大軍真的是 有點誇張 好 那個企鵝大軍有點誇張 我想一下喔 這邊我們上次是用這套通關嘛對不對 然後其實也是 好像也滿像的耶 根本一模一樣 好 那這邊的話我們就帶一下那個 能夠打那個異星的吧 異星戰士的 然後直接給他走起搞起 應該是可以 我覺得應該是可以帶波特吧對不對 因為波特這邊的話 他之前應該都是被大象給他打死的 所以我們帶這個ok 然後再帶一個 火精靈 怎麼樣 Fire 然後一樣就是先出去 然後用那個 宙師先打一波大象 先把大象打死之後的話我們後面再用那個 就是波特跟這個小精靈 狂炸 如果炸不死的話呢 我也沒辦法啦 我就覺得這關好像 很強很猛喔 很勇喔 各位 這個宙師先出 然後慢速開起來 別那麼快速 別那麼快速 這宙師基本上應該是會直接 直接死的啦 會被那個企鵝他們弄死 但是我們待會可以先開一個那個 天使炮幫一下 開噴 喔 這一發大的 大的 然後企鵝要鑽地板把他挖出來 欸不是欸 完了 被傳到北邊去了 但大象一定要死 給我死 哇 大象一定要死 拜託 大象給我死 ok 這個解決 然後波特這邊直接暫停 然後我們這邊 再弄那個 小精靈 這一把弄死 你們看到 波特太神啦 那之前波特基本上都是被那個啦 都是被大象直接打死 所以在這之前我們只要就是 把這些企鵝慢慢的料理掉就ok了 來了 火精靈 給他來個大的 開扁 要不然這邊一直狂被傳送 真的傳到北邊去了 你們看到 這邊的話 波特跟那個小精靈都還活著 那之前真的就是直接被那個大象給打死 沒得搞 沒得搞 然後現在的話就是一堆這個不死的這個企鵝 給我通通出來 別在那邊5 4 3 好不好 還敢鑽地板啊 而且你看我們這一次用了這個小精靈的這個暫停之後 他的咒死基本上就很難死了 你們看到 哇 可是這個 企鵝很多欸 我的天 哎呦喂啊 這邊是這個 火精靈 開扁 我覺得好像還是 這個啦 忘記出這個啦 文明組沒出啦 難怪覺得這種不死企鵝一大堆 忘記出文明組了各位 鐵定得出的喔 才可以進化掉喔 忘記出了 文明組很便宜 CD時間也很快 看全部都只剩下這個 不死企鵝了 慢慢再進化了 忘記出了 すみませんすみません 來來來 繼續走起 就是慢慢這樣削啦喔 然後這邊的話這個 異星有星星翻車魚 慢慢調理掉 這關卡確實都還滿難的啦 只是因為這些關卡說真的 我們之前都已經打過一星關卡跟二星關卡了 所以 這個三星關卡的話就真的可能就是 要在那個好好的就是 思考一下這個隊伍的這個組成 因為我發現就是 提高一個星級真的差滿多的 你看我們現在好像 又要被 又要被回推了各位 大象又來了耶 我的天啊 我們好像真的要被回推了各位 怎麼辦 OMG OMG 宙斯拜託了 找到一發就好了 好像沒有 好像沒有炸到 好像沒有炸到大象喔 沒有炸到大象偏虧 這一發有 喔 還有一下的感覺 我們還可以再弄一下 哇 那個小精靈直接被大象弄死了 好 這一發大象掰掰 再見 Say goodbye 好 然後宙斯也掰 但是 至少穩定住了 然後 待會這個波特跟那個 火焰小精靈出來的話應該就ok了 他叫什麼名字 他叫梅拉邦 因為我們這個波特可以暫停啦 暫停這個異星有星翻車魚 然後用這個梅拉邦來打 哇 完了 怎麼還有大象啊 這大象到底要來幾隻啊 我的天 來 然後再來一個大的 大傷號 沒問題 開扁 哇 完了 因為大象來了 死定了 這兩隻 掰掰了 再見了 Say goodbye了 你看 這關真的就是大象的這個 搞人緩解啊 我搞不好會被打死耶 我的天 這只能再靠宙斯了 要不然就是慢慢來 好險這幾隻 因為沒有企鵝的關係 所以導致於就是 他們這邊的攻擊速度是比較偏慢的喔 我們就可以慢慢來 不用緊張 好險好險 走起走起 拜託 我好想要再一隻宙斯過來扁 宙斯開扁 我們現在帶的這個是天使砲啊 開了也沒有用 哇 恐怖了 恐怖了 哇 兩隻 哇欸 不是喔 完了 一直來一直來 如果他們大象疊起來的話 我們好像也是很難受的耶 他變成 原本一下超大的鼻子攻擊 然後變成兩下超大的鼻子攻擊 他是一段時間就會一直來一直來耶 完了 完了完了 死定了 我們直接看一下那個了 宙斯快點 要靠你了 全村最後希望 真的是全村最後希望耶 各位 完了 快點 宙斯走起 你是最終的希望 叫叫叫 拜託 哦 好了 開噴一下 好 可以 nice 然後現在小心一點點 不過宙斯基本上可以扛掉這個大象的一下傷害啦 扛掉滿多下的這樣 拜託了 拜託了 不要再來大象了好不好 好險這邊有宙斯不然就慘兮兮的 快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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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宙斯應該也可以打翻車魚 翻車魚的這個KB係數還滿高的 哦 來了 沒啦棒 可以 打贏了 這關的話基本上就是先料理那個大象啦 但哲民機面商這邊最好的料理對象 大概就是我們這個宙斯的 不過大家用黑解應該也是不錯 那你們這個假正經廚房 你們會用什麼角色來打這個一般大象呢 也可以在下面留言分享給大家知道 那今天的話 就是錯過了 我們下次基本上我們再去看一下 就是那個 弟弟的那個最後一隻一百層的 那隻到底會是誰 到時候再來看一下囉 那今天就先玩到這邊啦 我是下班再見囉 大家 掰掰囉 掰掰